因为来北京上大学呢 一个很大的一个想法 就是想为08年北京奥运会 然后提供一些帮助 然后自己为奥运服务啊 这也是自己来北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想法 然后现在那个奥主委呢 去学校他那个有一个面试 然后要招一些志愿者 自己有很高兴的那个通过了这个面试 然后不然荣幸吧 然后做这个志愿者自己心里面特别高兴 在在做志愿者这个期间呢 给我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 和不同的志愿者在一块 然后和工作人员在一起 然后这个沟通啊协调方面 然后让自己有了很很大的一个锻炼吧 然后在工作方面 一些程序上面啊 然后自己也了解很多 嗯 就是还有一点就特别前调一点 志愿者嘛 然后我们服务他人 看着顾客呢 然后在我们的服务下面 他们满意的离开我们的那个工作台 然后离开我们的工作室啊 让自己感觉到非常欣慰 他们的那个依据啊 有时候会给我们说翻线你们 我有时候会说那个给我们竖起大拇指 有时候会给我们挥挥手说再见 然后我们感觉这样的一种情况应该是我们为他们提供服务之后是最快乐的 我觉得 哦 在奥运志愿者这期间应该我们为了更好的为那个奥运服务呢 我们会接受了一些一些培训 一些志愿者方面的培训 比如说是与奥运有相关的一些内容啊 然后奥运历史啊 还有一些礼仪方面的呀 然后特别是志愿者针对我们这个具体的工作 有一些这样的操作流程 我们会有一些很嫌弃的一些一些培训 我想呢 作为我自己来说 每天早上起来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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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法就是说 哦 奥运会还有二十几天 然后似乎就在明天就要开始了 我得马上把我今天的工作的日程安排好 安排好把每一项都要完成 然后当每一天晚上呢 然后统计自己的工作的流程的时候 看见那个制程安排上每一项都打完勾以后 我觉得哎 这工作我都完成好了 这说明我对这一块的一些工作已经很熟悉了 然后我想在我们这一块 我们对这个赚者的服务方面 然后我自己来说 哦 我对业务是很熟悉的 应该是没问题了 对 就 like 我满圆 好 我满 Havingérêt 落死人 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